今天想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关于正阳门下这部剧 对于这部剧不知道的观众朋友们都有什么认识 这部剧真的是反映了社会现状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良心好剧 而对于这部剧中的演员现状恐怕观众朋友们也是十分关心的 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这部剧的男主角朱雅文先生 朱雅文如今也已经是经非西比了 她凭借自己出色的演技和过硬的基本功 如今也是创造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而作为剧中的女一号编潇潇饰演的一位精灵古怪的 同时对爱心有着美好追求的女孩 在现实生活中编潇潇也早就结婚了 而与她结婚的正是知名导演文杰 她曾经是一位知名武术运动家 而且家产也是十分可观的 而编潇潇也算得上是棒大款了 而说起这部剧中的人物想必还有一位容易被大家遗忘 她就是哈斯高娃饰演的苏姆 在剧中哈斯高娃的演技也是得到大家的认可 然而在生活中她却没有那么一帆风顺 她早早就选择结婚吸引 然而最终婚姻也是没有维持多久 就离婚了 如今的她已经56岁了 至今仍然未嫁 整个人状态远不如从前 令人不禁感慨 晚年凄凉也是令人非常心疼